瓦尔登湖 十五 冬天的禽兽 一 作者 梭罗 徐迟毅 等到湖水冻成结实的冰 不但跑到许多地点上 都有了新的道路 更短的捷径 而且还可以站在冰上 看那些熟悉的风景 当我经过 积雪以后的 柏林克湖的时候 虽然我在上面划过桨 溜过冰 它却出人意料地变大了 而且很奇怪 它使我老是想着八分弯 在我周围 林肯的群山 矗立在一个茫茫雪原的刺激 我以前仿佛并未到过这个平原 在冰上看不清楚的远处 渔夫带了他们的狼犬 慢慢地移动 好像是猎海狗的人 或艾瑟基摩人那样 或者在乌蒙蒙的天气里 如同传说中的生物 隐隐约约地出现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人 还是侏儒 晚间 我到林肯去听演讲 总是走这一条路的 所以 没有走任何一条 介乎我的木屋 与演讲室之间的道路 也不经过任何一座屋子 途中经过俄湖 那里是社属居住之地 他们的住宅矗立在冰上 但我经过时 没有看到过一只社属在外 瓦尔登湖 像另外几个湖一样 常常是不积雪的 至多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不久也便给吹散了 它便是我的庭院 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散步 走外的地方 这时候 积雪却总有将近两英尺深 村中居民都给封锁在他们的街道里 远离着村中的街道 很难得听到雪车上的铃声 我时常闪闪跌跌地走着 或滑着 溜着 好像在一个踏平了的路院中 上面挂着橡木和庄严的松树 不是给积雪压的弯倒 便是倒挂着许多的冰柱 在冬天夜里 白天也往往是这样 我听到的声音 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绝望而旋律优美的 萧豪 这仿佛是用合适的波子弹波式 这冰冻的大地 发出来的声音 正是瓦尔登森林的地方语言 后来我很熟悉它了 虽然从没有看到过 那只萧在歌唱时的样子 冬夜 我推开了门 很少不听到它的呼 呼 呼雷呼的叫声 响亮极了 尤其头上三个音 似乎是 你好的发音 有时它也只简单地 呼呼地叫 有一个初冬的晚上 湖水还没有全动 大约九点钟左右 一只飞蛾的大声铃叫 吓了我一跳 我走到门口 又听到它们的翅膀 像林中一个风暴 它们滴滴地飞过了我的屋子 它们经过了湖 飞向梅港 好像怕我的灯光 它们的指挥官 用规律化的节奏 叫个不停 突然间 我不会弄错的 是一只猫头鹰 跟我进击了 发出了最沙哑 而发抖的声音 在森林中 是从来听不到的 它在每隔 一定间歇 回答那飞蛾的鸣叫 好像它要侮辱 那些来自 赫德森湾的闯入者 它发出了音量更大 音域更宽的 地方土化的声音来 糊糊地 要把它们 逐出康克德的领空 在这样的 只属于我的夜晚中 你要惊动整个堡垒 为的是什么呢 你以为 在夜里这个时候 我在睡觉 你以为 我没有你那样的 肺和喉音吗 波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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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这样的叫人 发抖的不邪和音 然而 如果你有一个 沈音的耳朵 其中 具有有一种 和谐的音素 在这一代原野上 可以说是 从没有看见过 也从没有听到过的 我还听到 湖上的冰块的咳嗽声 湖是在 康克德这个地方 和我同床共寝的 那个大家伙 好像 他在床上不耐烦 要想翻一个身 有一些未尝气障 而且 做了噩梦 有时我听到 严寒 把地面冻裂的声音 犹如有人 赶了一对驴马 撞到我的门上来 到了早晨 我就发现了 一道裂痕 扩三分之一英寸 长四分之一英里 有时我听到 狐狸爬过鸡血 在越野 寻觅这姑 或其他的飞禽 像森林中的恶犬一样 刺耳的恶鬼式的吠叫 好像他有点心骄如焚 又好像他要表达一些什么 要挣扎着寻求光明 要变成狗 自由地在街上奔跑 因为如果我们把年代 估计在内 难道禽兽 不是跟人类一样 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 我觉得 他们像原始人 学居的人 时时警戒着 等待着他们的变形 有时候 一只狐狸被我的灯光吸引住 走进了我的窗子 吠叫似的 向我发出一声狐狸的诅咒 然后急速退走 通常总是赤松鼠 在黎明中把我叫醒的 它在屋脊上奔窜 又在屋子的四侧 攀上爬下 好像它们出森林来 就为了这个目的 冬天里 我抛出了大约有半普世尔的 都是没有熟的玉米碎 抛在门口的鸡血之上 然后观察那些 给勾引来的 各种动物的姿态 这使我发生极大兴趣 黄昏与黑夜中 兔子经常跑来 饱餐一顿 整天里 赤松鼠来来去去 它们的灵活 尤其愉悦了我 有一只赤松鼠开始谨慎的穿过矮象树丛 跑跑停停的在雪地奔驰 像一张叶子给风滴溜溜的吹了过来 一会儿它向这个方向跑了几步 速度惊人 精力也消耗得过了份 它用跑步的姿态急跑 快得不可想象 似乎它是来做孤注一掷的 一会儿它向那个方向也跑了那么几步 但每一次总不超过半竿之遥 于是突然间 做了一个滑稽的表情停了步 无缘无故地翻一个金斗 仿佛全宇宙的眼睛都在看着它 因为一只松鼠的行动 即使在森林最深最寂寞的地方 也好像巫女一样 似乎总是有观众在场的 它在拖延 兜圈子中浪费了更多的时间 如果直线前进 早必全成 我却从没有看见过一只松鼠 能泰然步行过 然后 突然 刹那之间 它已经在一个小仓松的顶上 开足了它的发条 责骂一切假想中的观众 又像是在独白 同时 又像是在向全宇宙说话 我丝毫猜不出这是什么理由 我想 它自己也未必说得出理由来 最后 它终于到了玉米旁 捡定一个玉米碎 还是用那不规则三角形的路线 跳来跳去 跳到了我窗前堆起的那一堆木料的最高峰上 在那里 它从正面看着我 而且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时不时地找来新的玉米碎 起先它贪食着 把半裸的碎轴抛掉 后来 它变得更加精灵了 拿了它的植物来玩耍 只吃一粒粒的玉米 而它用一只前掌请起的玉米碎 忽然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它便做出一副不肯定的滑稽的表情来 低头看着玉米碎 好像在怀疑那玉米碎是否是活的 拿不定主意要去捡起来呢 还是该另外去拿一个过来 或者干脆走开 它一会儿想看玉米碎 一会儿又听听风里有什么声音 就是这样 这个唐突的家伙 一个上午就糟蹋了好些玉米碎 直到最后 它崛起了最长最大的一只 比它自己还大得多 很灵巧的背了就走 回森林去 好像一只老虎背了一只水牛 却还是弯弯曲曲的走 走走又停停 辛辛苦苦前进 好像那玉米碎太重 老是掉落 它让玉米碎处在切乎垂直线 与地平线之间的对角线状态 决心要把它拿到目的地去 一个少见的这样轻调而三心二意的家伙 这样 它把玉米碎带到它住的地方 也许是四五十干之外的一棵松树的顶上去了 事后 我总可以看见 那碎轴被乱置在森林各处 冬天的禽兽 二 最后 尖鸟来了 它们的不协和的声音早就听见过 当时 它们在八分之一硬力以外 谨慎地飞进 偷偷摸摸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 越来越近 沿途捡起了些松树掉下来的玉米粒 然后 它们坐在一棵苍松的枝头 想很快吞下那里玉米 可是 玉米太大 耿在喉头 呼吸都给射住了 费尽力气又把它吐了出来 用它们的嘴啄个不休 企图啄破它 显然 这是一群窃贼 我不很尊敬它们 倒是那些松鼠 开头虽有点羞哒哒 过后 就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 老是不客气地干起来了 同时飞来了成群的山雀 捡起了松鼠 掉下来的蟹里 飞到最近的鸭枝上 用爪子 按住蟹里 就用小嘴啄 好像这些是树皮中的一只只小虫子 一只啄到 蟹里小的可以让它们的戏喉咙咽下去 一小群这种山雀 每天都到我的一堆木料中来大吃一顿 或者吃我门前那些蟹里 发出微弱迅疾的咬神的声音 就像草丛间冰柱的声音 要不然就生气勃勃地 呆呆呆地呼嚎了 尤其难得的是 在春天式的日子里 他们从临侧发出了 颇有下意的 非比的琴弦式的声音 他们跟我混得熟了 最后 有一只山雀 飞到我陛下 斜着进屋去的木柴上 毫不恐惧地 啄着细枝 有一次 我在村中园子里除地 一只麻雀飞来 停落到我肩上 待了一会儿 当时我觉得 佩戴任何的肩章 都比不上我这一次光荣 后来 松鼠也跟我很熟了 偶尔超进路时 也从我的脚背上踩过去 在大地还没有全部给雪花覆盖的时候 以及在冬天快要过去 朝南的山坡 和我的柴堆上的积雪 开始融化的时候 无论早晨或黄昏 这姑都要从林中飞来觅食 无论你在林中走哪一边 总有这姑急拍翅膀飞去 震落了枯叶和鸭枝上的雪花 雪花在阳光下飘落的时候 像金光闪闪的灰尘 原来这一种勇敢的鸟不怕冬天 它们常常给积雪遮蔽了起来 据说 有时它们振翅飞入柔软的雪中 能躲藏到一两天之久 当它们在黄昏中飞出了林子 到叶苹果树上来吃贝雷的时候 我常常在旷野里惊动它们 每天黄昏 它们总是飞到它们经常停落的树上 而狡猾的猎者正在那儿守候它们 那时 远处紧靠林子的那些果园里 就要有不小的骚动了 无论如何 我很高兴的是 这姑总能找到食物 它们依赖着贝雷和饮水为生 它们是大自然自己的鸟 在黑暗的冬天早晨 或短凑的冬天的下午 有时候 我听到一大群猎狗的吠声 整个森林全是它们的号叫 它们抑制不住要追猎的本能 同时 我听到间歇的猎脚 知道它们后面还有人 森林又响彻了它们的叫声 可是 没有狐狸奔到湖边开阔的平地上来 也没有一群追逐者 在追它们的阿克提翁 也许 在黄昏时分 我看到猎者 只有一根毛茸茸的狐狸尾巴 拖在雪茨后面 作为战利品而回来 找它们的旅馆过夜 它们指点我说 如果狐狸躲在冰冻的地下 它一定可以安然无恙 或者 如果它逃跑时是直线的 没有一只猎犬追得上它 可是 一旦把追逐者远远抛在后面 它便停下来休息 并且 倾听着 直到它们又追了上来 等它再奔跑的时候 它多了一个圈子 回到原来的老窝 猎者 却正在那里等着它 有时 它在墙顶上 奔驰了几杆之遥 然后 跳到墙的另一面 它似乎知道 水不沾染它的造际 一个猎者曾告诉我 一次 它看见一只狐狸 给猎犬追得 逃到了瓦尔登湖上 那时 钉上浮了一红红浅水 它跑了一段 又回到原来的岸上 不久 猎犬来到了 可是 到了这里 它们的嗅觉 嗅不到狐臭了 有时 一大群猎犬 自己追逐自己 来到我屋前 经过了门 绕着屋子都圈子 一点不理睬我 只顾嚎叫 好像害着某一种疯狂症 什么也不能制止 它们的追逐 它们就这样 绕着圈子追逐着 直到它们发觉了 一股心近的狐臭 聪明的猎犬 总是不顾一切的 只管追逐狐狸 有一天 有人从猎可青墩 到了我的木屋 打听它的猎犬 它自己追逐了 很长一段路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可是 把我所知道的 告诉了它以后 恐怕 它未必会得到好处 因为 每一次 我刚想回答它的问题 它都打断了我的话 另外问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它丢掉了一只狗 却找到了一个人 有一个老猎户 说起话来枯燥无味 尝到瓦尔登湖来洗澡 每年一回 总在湖水最温暖的时候到来 它还来看我 告诉过我 好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 它带了一只猎枪 巡行在瓦尔登林中 正当它走在微蓝路上时 它听到一只猎犬 追上来的声音 不久 一只狐狸跳过了墙 到了路上 又快得像思想一样 跳过了另一堵墙 离开了路 它迅疾发射的子弹 却没有打中它 在若干距离的后面 来了一条老猎犬 和它的三只小猎犬 全速地追赶着 自动地追赶着 一会儿 已消失在森林中了 这天下午 很晚了 它在瓦尔登南面的 密林中休息 它听到 远远在梅港那个方向 猎犬的声音 还在追逐狐狸 它们逼近来了 它们的肺声 使整个森林震动 更近了 更近了 现在 在维尔草地 现在 在贝克田庄 它静静地站着 长久地 听着它们的音乐之声 在猎犬的耳朵中 这是如此之甜蜜的 那时 突然间 狐狸出现了 轻快地 穿过了林间的走廊 它的声音 被树叶的同情的 萨萨声掩盖了 它又快 又安详 把握住地势 把追踪者 抛在老远的后面 于是 跳上林中的一块岩石 笔直地坐着 听着 它的背朝着猎犬 片刻之间 色影之心 陷着了猎犬的手臂 然而 这是一种短命的感情 快得像思想一样 它的火气瞄准了 砰 狐狸从岩石上滚了下来 躺在地上死了 猎者还站在老地方 听着猎犬的吠声 它们还在追赶 现在附近森林中的 所有的小径上 全部都是它们的 恶魔式的嚎叫 最后 那老猎犬 跳入眼帘 鼻子嗅着地 像中了魔式的 吠叫的 空气都震动了 一直朝岩石奔去 可是 看到那死去了的狐狸 它突然停止了吠叫 仿佛给轻恶征服 哑口无言 它绕着 绕着它 静静地走动 它的小狗 一个又一个地来到了 像它们的母亲一样 也清醒地过来 在这神秘的气氛中 静静地不作声了 于是 猎者走到它们中间 神秘的谜解开了 它剥下了狐狸皮 它们静静地等着 后来 它们跟在狐狸尾巴后面 走了一阵 最后 拐入林中 刺去了 这晚上 一个卫士登的绅士 找到着 康克德的猎者的小屋 探听它的猎犬 还告诉它说 它们自己这样追逐着 离开了卫士登的森林 已经一个星期 康克德的猎者 就把自己知道的详情告诉它 并把狐狸皮送给它 后者辞受 自行离去 这晚上 他找不到它的猎犬 可是 第二天 他知道了 它们已经过了河 在一个农家过了一夜 在那里 饱餐了一顿 一清早 就动身回家了 冬天的禽兽 三 把这话告诉我的猎者 还能记得一个名叫山姆纳丁的人 他常常在梅港的岩层上猎熊 然后把熊皮拿回来 到康克德的村子里 换拉姆酒喝 那个人曾经告诉他 他甚至看见过一只迷路 纳丁有一只著名的猎狐犬 名叫布尔戈因 他却把它念作布京 告诉我这段话的人 常常向他借用这条狗 这个乡镇中 有一个老年的生意人 他又是队长 市镇会计 兼代表 我在他的日记账簿中 看到了这样的记录 1742至1748年 1月18日 约翰 梅尔文 戴方 一只灰色的狐狸 零元二脚三分 现在这里却没有这种事呢 在他的总账中 1743年2月7日 贺奇吉阿 斯特拉登贷款半张猫皮 零元一脚四分半 这当然是山猫皮 因为从前法兰西之战的时候 斯特拉登做过军曹 当然不会拿比山猫还不如的东西来贷款的 当时也有以鹿皮来换取贷款的 每天都有鹿皮卖出 有一个人还保存着附近这一带最后杀死的一只鹿的鹿角 另外一个人还告诉过我 他的伯父参加过的一次狩猎的情形 从前 这里的猎户人数既多 而且都很愉快 我还记得一个销售的宁鹿呢 他随手在路边抓到一张叶子 就能在上面 吹走出一个旋律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似乎比任何猎好声都更野更动听 在有月亮的午夜 有时候 我路上碰到了许多的猎犬 它们奔窜在树林中 在我面前的路上躲开 好像很怕我 而静静地站在灌木丛中 直到我走过了再出来 松鼠和野鼠 为了我储藏的坚果而争吵开了 在我的屋子四周 有二三十棵仓葱 直径一英寸到四英寸 前一个冬天给老鼠啃过 对它们来说 那是一个挪威式的冬天 雪长久地积着 积得太深了 它们不得不动用松鼠皮 来补救它们的粮食短缺 这些树还是活了下来 在夏天里显然还很冒雨 虽然它们的树皮 全都给环切了一扎 却有许多树长高了一英尺 可是又过了一个冬天 它们无例外地全都死去了 奇怪得很 小小的老鼠竟然被允许 吃下整个一株树 它们不是上上下下 而是环绕着它来吃的 可是 要使着森林稀疏起来 这也许还是必要的 它们常常长得太浓密了 野兔子是很常见的 整个冬天 它的身体常活动在我的屋子下面 只有地板隔开了我们 每天早晨 当我开始动弹的时候 它便急促地逃开 惊醒我 砰 砰 砰 它在匆忙之中脑袋撞在地板上了 黄昏中 它们常常绕到我的门口来 吃我扔掉的土豆皮 它们和土地的颜色是这样的相似 当静着不动的时候 你几乎辨别不出来 有时在黄昏中 我一会儿看不见了 一会儿又看见了 那一动不动 待在我窗下的野兔子 黄昏时要是我推开了门 它们吱吱地叫 一跃而去 靠近地看它们 只有叫我可怜 有一个晚上 有一只坐在我门口 离我只有两步 起牵怕得发抖 可是还不肯跑开 可怜的小东西 瘦的骨头都凸出来了 破耳朵 尖鼻子 光尾巴 细脚爪 看起来仿佛大自然已经没有比它更高贵的品种 只有这样的小东西了 它的大眼睛显得很年轻 可是不健康 几乎像生了水肿病似的 我跨上一步 瞧 它弹力很足地 一跃而起 奔过了雪地 温文尔雅地伸直了它的身子和四肢 立刻把森林搬到我和它的中间来了 这野性的自由的肌肉 就说明了大自然的经历和尊严 它的销售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便是它的天性 它的学名的意思就来自足利矫健 有人这样想 要没有兔子和浙姑 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 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 古时候跟现在一样 就有了这类古老而可敬的动物 与大自然同色彩 同性质 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 彼此之间也是联盟 既不是靠翅膀的飞禽 又不是靠脚的走兽 看到兔子和浙姑跑掉的时候 你不觉得它们是禽兽 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仿佛萨萨的木叶一样 不管发生怎么样的革命 兔子和浙姑一定可以永存 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 如果森林被砍伐了 矮枝和内叶还可以藏起它们 它们还会更加繁殖呢 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 一定是贫瘠无比的 我们的森林 对于它们两者都很适宜 在每一个沼泽的周围 可以看到兔子和浙姑在步行 而木童们在它们周围 布置了细枝的篱笆 和马踪的陷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